到最后我就开始就冷静的分析下自己的需求 就我到底想要的什么 就是因为黑展已经 因为自己又参与过讲解 然后又参与过交易 又见过这么多 就是我大约的脑海里现在有了非常清晰的认知了 我就知道什么时候我该买 什么时候不该买 所以一般的东西我就不买了 但见到好的我肯定买 这个展也是 这个展其实拍得也漂亮 这是我让我上海的 他网名叫羽龙共舞 他也是我特别好 他做包银扣 包金扣水素很高 所以我很多期我找他包 帮我那个包的银扣就在红桥图完成 这件期就是包 他包好了银扣之后拍人照片 我觉得留个念 就是谁做的 谁做的大期 谁做的银扣 谁拍照片给我 我这样的话呢 我一看这期我就知道 想起来了 所以这样的话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一个事 大家一看 这个随着 这件事后来给了一个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买 我真的 我搞不懂 就是他来过我这找我聊 后来再也都失联了 就是找不到这人了 因为他拒绝一切的 现在的沟通工具 比如说微信的 这种方式 他不用 我就有点意思 然后他只用短信息跟我联系 他就来过一次 找不过我 我们俩聊过天 吃了个饭 他回去说 我想要你这黑人 我为什么呢 他说我也买一些 但是你这个就是挺打动我 我专门去到北京 送到清华大学里面去 这他后来再也没联系 因为我不太 我不是太特别主动联系人的人 但后来他也是没有 就断联系了 因为他没有一个 现在的沟通工具 因为微信大家会看一些 现在的状况 但他就失联了 所以这个展也是 在清华大学里面没有再出来 对 然后这是 是2021年的6月29号 在武汉茶饮山房 做了一个黑色光的 一个黑展的一个集合展览 喝我水 不好意思 我讲东西就是 讲讲讲讲就口就干 说明你 我还真不是善于说话的人 就是人家口若悬河 汤汤汤讲两个小时 不停的人 我还真做不到 我就讲一小时 我就觉得很累 还有我就不停的喝水 因为确实平时我很少说话 这是应的 参与山王老胡的一个邀请 我去了一次 主要为了蹭龙虾 当时还有茅台酒 然后我说展什么呢 因为他在做他的展现的时候 我真不知道展什么好 正好我收了一些黑展 算了 我说把黑展都拿了 就正好系统讲一下 所以我就拿带了几只黑展过去 然后里面有各种各样的 还有很多很奇特的黑展 所以我当初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分享会 在武汉 但很小心啊 我很小心 这件应该是我当初应该是我带过去了 这件其实收的还蛮有意思的 特别有意思 我跟这个行家 我认识好多年好多年 因为我们在雅昌时代就认识 还不是十几年 我零八零九零 在雅昌时就知道他 后来在北京见过 后来又在深圳见了 我去他那边完全是 也是一帮朋友凑在一起去的 因为我俩从来没做过一毛钱生意 我也没想去那里买东西 他坐在那边聊天 他说 马老师你来了 我给你看见那个 可能你会喜欢的一个人 一个七五就拿出这件黑展来了 所以我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 他拿出来的时候 我真是纠结了一下 我说我该买不该买 我不是说这件七五五有任何问题 我说这个没到 我没觉得会今天会买东西 所以稍微犹豫了一分钟左右 然后当然市面朋友也蛮多的 都去了 一起拍照片什么 就是当初在拍照片 当然后来很快也就决定了 就买下来了 这个展呢 就温度稍稍偏高一点点 稍稍偏高一点点 所以它出现了微微的降又降色 但这个呢 完全不影响它的美感 首先气流等地很高 稍微一点降色出来也是正常的 比如说我口 我就手里这件那个口颜包的金扣的一个展 这个也是降色 大家可以看它已经是降色 纯降色 但是这个是绝对是奔着黑感来的 它不是为了烧酱油来的 它就是奔着黑感来的 只是呢 温度偏高一点点 它就带一个特别正的摇尾 就是投柴火的 最接近于摇塘的入口的地方 那是绝对是温度非常高的地方 然后它中心地带最好摇尾 肯定是正黑 但稍微温度高了 它可能出这种微微的降色 再温度再高就几乎是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一个这个柴窑啊 就出窑的时候可能各种各样都来了 没办法 没办法 它不能控制到每一个角落都是同温的 这是不可能的 古代一样 现代一样 说这是柴窑的一个控性 我相信这个展 其实我当时拿到手就知道温度偏了一点点 但它还好 它的表面的右光极好 就是正好还是如我意 就很快你就决定买了 对 其实它很多光线下 在一些光线下都会非常非常的漂亮 就是这展的底足 这它难得是个完整的器物 就是完整器物 那天我买的时候就跟他说一声 我说这种这种级别的完整的黑展 我已经三年可能至少三年没有见到过 就是也是原整 可能他就说如果我不去 他可能也不从报应柜里拿出来 可能也是属于我的吧 就是这么种感觉的 我觉得也是原整吧 这是另外一支 其实这件更加有意思 这件是蓝的 就在我座上摆一段 这件是蓝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看不清是吧 有点蓝 就是它这种光线下还是蛮好看 我放在河里拍 我自己拍 这张是我自己拍的 就是拍完之后还蛮有感觉的 这件事新干出的 新干河道里出的 新干在干江 干江的上游是干州嘛 干州然后是洁安 洁安下面就是新干 就是顺流的在洁安的下游 2020年 2020年然后正好那河道里可能出了一个 出了一批几个啊 有各种各样的黑展 还有木叶展 还有煤瓶 据说可能是一个古代是一个运输的仓库 或者一个沉船 都有可能吧 咱们我就不追究这事 因为有个现场我也没去 我不太清楚 就他们给我发了很多器 我都残的大部分 这件也有残 我就不满意 就是给我发图的人 其实还是了解我的 所以他给我发了一些 我都不是很满意 要不然是纯标本的话 我说标本我就不买了 实在是有点多 没有买的必要 而这件器具 当时发给我的时候 我眼前一亮 除了这个蓝之外 其实 我总而对的底足特别感兴趣 这个底足太好了 就是有些高一点的 我都不想 稍微高一点 我都不想 就是稍微 这种状态是最好的 这张底足发给我的时候 哇 我说够了 就这一张 就这一个展 我买了 买了之后 请了一个浙江一个学校老师 帮我做了一个大器修复 他这种大器修复是 可以上面上色 就是他整体感觉特别 特别饱满 然后是完整 他其实但你仔细看 就可以看到大器修复 就叫可视别修复 可视别修复是我的一个特别公认的 我个人认为修复的一个特别好方法 就是你既能把它修成几乎完整 然后又给人一个 一个可以可识别一个状态 又不欺骗人 所以就像做修复的那种高修 高修之后让人感觉好像 这个有点遮掩 遮掩的意思 我就没有 我就没有任何这个这方面的想法 所以我就把它做了一个大器修复 修复的还是我满满意的 但是好久 我记得我是 9月份10月份2020年9月份10月份给的 我是2021年的过了春节好像拿下来 就差不多得半年 我记得我也催了两次 不好意思吗 我着急 我等 他说哎呀 总是比如天气的问题 其实工艺的问题 等了好久 我等了半年 好下一个 对这是我当初那个黑色就光在武汉做展览的时候 摆在桌上 123456 对六支展 败过去 其实我就坐在那边 我就聊一聊这个几个黑展的一些 心路历程吧 就是你收黑展 说最后如果把这几个展基本都集齐的时候 就算那个黑展大器有个有个概念 就你再建造一些黑展的话 你绝对不会再犹豫 因为这些系统基本都在一个标准里面 好的坏的各种类型的各种小创意都有 这个其实 我拿回武汉做这种黑色就光展览 可能有点像暴打了一下老胡的感觉 就老胡当时是把这个展借给我在 之前讲的那个黑白无量的展览里面这个器物 他说你这点拿走吗 我说可以啊 因为这是吉兆的白富轮是非常少见的 因为吉兆不会用化成土 那北方的那个白富轮是用化成土的 因为吉兆不贵 所以他就是胎板 试着从透明泳 然后呢身上还会出现这种很多的摇变 摇斑 就是我当时打眼器我是非常喜欢 首先这胎特别白 这特别白绝对是吉兆最早期的 就是吉兆领的白胎 也就是青元山脚下的title 是当初他们北宋时期 吉兆最好的title 又细腻又白 所以他们做很多做这种白富轮是那时期做的 在后来再也做不了 因为他太灰了 一灰黑色他做不了这种东西了 所以当年也是早期 模仿北方的白富轮 做了这么可能一段时间吧 有几年时间吧 估计白富轮都有拿到市场上 不认可啊 就是他们看过了 看过了北方那种精细化的产品 一看吉兆这么粗粗拉拉的产 他们肯定是接受不了 所以最很快就分析掉了 还好这个展完完整整的保留下来 然后在老胡拿给我的瞬间 其实我心里就非常喜欢了 他拿给我借展 到了杭州我就给他打电话 算了吧 我甭那个什么了 我就买下来就好了 就是一下就医院达成了 我把钱直接给他 就去归我了 展览归展览 回来我就拿回来了 然后再去那边就给他做了一个小的一个分享会 对这是里面 这是里面的一个状态 他身上很多问题 就很像比如说外壁的一些 一些就这样 就外壁的一些问题 包括这种摇斑 这种烧 你看这种胎 这个柚子都跑到胎上去了 都抹了一下 然后还有这种 里边有杂质 就鼓出一块 他鼓出了里外都有 里面有这样 然后摇渣 但是他所有的缺点 在我的心目中看都是优点 就是特别符合基德奥的风格 非常符合基德奥的风格 就是那时期北宋 基德奥的水准并不是很高 他会出现很多这样的那样的问题 但他都不在意 这个展触手特别有产意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样的期 早期 基德奥创烧期的一些期 我觉得特别符合 他也算黑展的系列里面 但他小创意白斧伦 就做了几年就不做了 对 然后这是摆在那个 一个卷辑上的一个照片 非常有产意 就是符合 符合那个 就是大家拿着手里的心态 就是你比如你要精细化的 有精细化的产品 基德奥也有 非常精细化 刚才那几个黑展都很精细化 但你要差距一点的话 也可以 这个也有 对 就是当时还摆了一组 我当时拍了一些照片 对 这是我 我自己烧的一个黑展 我请我简直的哥们去 基德奥 当初还拍了一组 当然为了去做宣传 其实我做黑展还是有他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老展就不要用了 第一是卫生问题 你没不知道怎么来处理 那个老展的一个入口问题 前面我就做很多工序 我一条程给你解释 实际上很麻烦 比如基础要好 油光要好 你要怎么去清理消毒 太麻烦了 所以后来我就新烧 18年开始做 18192014年 就是烧了好多好多 好多药 也陆陆续续分享给全国好多朋友 他们给我反馈 还意见还是蛮正能量的 很多朋友 我都怕人家不喜欢 这么大一个黑展 摆在桌上干什么 人家说喝绿茶蛮好的 喝酒蛮好的 就是我自己碗泡也很好 就是人家都找了一个使用方式 我觉得也挺好 我烧东西是完全根据古法去做 就是古代做什么样 我做什么样 具体它怎么使用 我不管 这不是我想的问题 是你们买的人想的 你都没想好怎么使用 你买它干啥 还这么贵 就是你想好就买就好了 对 这还后来 就是杭州接览查试 他们做的小创意 就是里面是白的 万一是黑的 因为他们觉得里面是这种透明柚 然后看汤色 也OK 就大的小的都做了 就能看汤色也没问题 这个也是在黑白无量整个系统里面 也不错 这是小创意 这个底座还蛮漂亮的 这个建筑本 它应该还是一个简纸贴花吧 简纸贴奔路应该是 对 简纸贴奔路 就这样 这底座是我涂过大漆的 对 我涂完大漆之后 在使用过程中 它那个边缘地带 它会脱落 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有个小白圈出来 因为你使用嘛 然后在里面带我的款式 也是黑漆 然后这种跟满右差不多 这个状态是我特别行 这个展肯定没在我手里了 已经在旁边了 他们拍照片给我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